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已经居目到了法律阶段 庭审阶段会不会再爆出宋哲跟马荣之间 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所以今天的搞搞大新闻 一起来解读一下 号外号外 王宝强离婚大剧推出番外篇 持续发酵了15天的多角狗血戏码 终于在沉寂了几天之后 迎来了一波小高潮 昨天王宝强前经纪人宋哲和妻子杨贵的离婚案 在北京朝阳法院南莫方法庭开评审理 而一直存在于传说中的杨贵也正式现身 只不过令广大追剧党失望的是 直到最后宋哲本人都没有出现 有解理解 因为要是宋哲现身 昨天就不是离婚案 直接就变群殴致残商人案 之前曝光的照片里留有长发的杨贵 昨天以一头干练的短发露面 好像在对外声明 我已剪短了长发 剪短了牵挂 在走进法院的过程中 面对媒体不断的追问 也是杨氏冷漠一概不回应 而走出法院之后 杨贵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是婚姻中的失败者 但仍然相信爱情 我是婚姻中的失败者 这个我必须承认 但是我仍然相信爱情 我也觉得婚姻并不可怕 只是爱对人很重要 虽然这口鸡汤来袭 群众也不好说什么 但我们要的是案件真相OK 但是真相来的一点都不容易 由于宋哲方的申请 已知昨天的离婚案 为不公开开庭审理 所以相关庭审的细节 咱们吃瓜群众不得而知 但据杨贵代理律师 台耀光在采访时透露 杨贵已向法院提交了 包括财产分割 宋哲开房记录等 许多相关证据 可具体的细节 还是不方便透露 我们也把几乎把差不多 所有的证据都提交了 包括宋哲跟安卫人 马姓安卫人的不正当的 关系的证据提交了 然后反映现在只是一个 前期的准备阶段 还没有正式进入到实际的审理 尽管律师话不多 但信息量可不少 其中开房记录四个字 尤其应该高亮标注 而此时此刻 皆仿佛听见了远处传来的打脸声 毕竟在前两天的时候 宋哲代理律师还站出来放话表示 上百次开放记录是不存在的 这些不识传闻 也已经让宋哲受到了伤害 宋哲的心灵 是否跟他的黑眼圈一样暗沉 也不知道 但至少这位代理律师 此时也有点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把 据媒体报道 这位和杨卉律师 同属光子味的少雅光律师 冒着被宝宝粉暴击的危险 接下来这个案子不说 甚至还有网友扒出 抛妻弃子 拖欠飞养费 已与多名当事人 发生性关系等抢戏经历 不得不说 网友这光速扒皮的技能点 简直和朝阳群众扭得一拼 但幽姐必须 萨贝宁上身提醒一句 律师遭受道德审判 是不应该的 就算她给西门庆 潘金莲本尊代理案件 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斯密达 话说回来 昨天的庭审没有宣判结果 这就给广大瓜有一个信号 因为这又是一场持久战 另外还有一个消息 值得拎出来琢磨琢磨 那就是先前杨卉 被报销悉诉执招 其代理律师也曾在开庭前24小时 与宋哲家人进行沟通 商议能不能协议离婚 但双方在财产风格上 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并且宋哲的家人也始终否认 宋哲马荣出轨一试 结果咱们都看到了 双方还是消约 法庭见 周一见 要媒体推测 结合如今已经没什么反转余地的证据来看 宋哲的开访记录 即使没有100条也有30条 出轨已经是板上钉钉 就看法院怎么判定 而根据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处理财产风格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规定 法院应坚持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原则 但还是要明白 即使围观群众喊得在凶 宋哲净身出户也不可能 因为法律规定的照顾 只能向无过错方适当倾斜 不能有失公平 更不能因此而影响有过错方的基本生活 样看渣男出了鬼犯了错 还照样分着 群众的心也是和宝宝一样累呀 当然作为整部大戏的核心人物之一 宋哲离婚案也势必会牵扯出 他和马戎出轨的相关细节 意想到在开庭的过程中 杨慧向宋哲甩去一个个智力有声 但暂时还不能透露的 宋哲马戎出轨实锤 那画面太刺激 也难怪宋哲会申请不公开庭审了 杨慧请加油 你的每句陈述不但能成为法庭呈堂供词 还可能是事实的真相 我们的打心门啊 接下来是娱乐圈已经如此的艰难 我却偏要拆穿放点猛料 IP哪家强 有苦来帮忙 热门IP微微笑播放量破30亿不算完 有苦总共强势引进步步精心力 同步韩国全网主播 一如原版人设 莫不得知女青年遭遇背叛 一怒之下被穿越 虽然现实很骨感 但理想很丰满 在遥远的从前 不仅有冷艳的四王子 还有一言不合就漏肉的三王子 八王子 九王子 十王子 十三王子 十四王子 漏肉之余 还不忘玩玩尸身诱惑 刚开播就上硬菜 优结表示雪草已空 斯米达 你们这翻拍真是深得真心 这边群众眼巴巴的舔穿屏幕 那边女主直接从中 霸落男神身边钻出 没有一丝丝防备 你这么会玩 你家里人知道吗 如果下次还穿越这种事 请让我来好吗 常言道 低调才是最牛X的血样 王健林的一个小目标 便给了吃瓜群众一记 隔山打牛 日前 中国首富王健林 做客某访谈节目 富家天下的商业大亨 到底如何起家 自然是备手关注 待幽姐拿好小版本 准备好好学习一番时 国民公公的一个小目标 瞬间把幽姐的笔都下掉了 节目中 王健林谈到如今的年轻人 虽然梦想远大 但从不脚踏实地 而自己早年创业时 往往会给自己 先定一个小目标 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 我先 正台一个一 正台一个一 对此幽姐出了一句 低设 再无言以对 王健林霸气小目标一出 各路明星大咖 也纷纷开启小目标 命题作文模式 林刚新直言 下回不再控偶像 除为人妇的情号 只求几晚能把夜闹的胖蜜 在天亮前哄睡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小梦想 幽姐的梦想 其实跟首富差不多 那就是大一亿 优十亿 衣服穿得少 得奖少不了 2016MPV音乐颁奖礼 在纽约当地时间28号举行 比昂斯 布莱尼 雷哈纳 马拉基 卡拜山 坎耶等人间精品 齐聚红塔 虽说不少吃瓜群众吐槽 大妈身材 牛鬼蛇神的服装 着实辣眼镜 但谁都没想到 人家确实有备而来 比昂斯到晚一举狂澜 年度最佳音乐 最佳女歌手 最佳突破长音乐 最佳舞蹈 最佳导 最佳导演 最佳摄影 最佳剪辑 七项大奖 不带一晚就着急来了神龙 还以23座MTV音乐奖杯 赶超买当纳 成为MTV音乐奖 历史上获奖最多的音乐人 比捷威武 虽说为了这次亮相 比昂斯砸了 1300多万美元 置办行头 但一套衣服就上台亮相 七次 这么一算 好划算啊 上额到头终有报 朴尔天性亲案 已过去有些时日 而最终也以警方 没能找到其使用强制性手段 与女生发生性关系证据 而告一段落 但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 近日剧情又有了 惊天大逆转 29日 首尔地检调查部 以恐吓和诬告罪 对性亲案的女医 提出起诉 调查结果表明 该女生是自愿 与朴尔天发生性关系 但该女子伙同满 有于另一涉事人 向朴尔天所属设 所要约300万人民币的核解金 如若不然便威胁 将事件扩大化 并提起诉讼 事情的真相终于大白了 果然是有天 我爸中了一个 XXX的套路 对此一众粉丝 不禁为朴尔天高兴 但别忘了 澄清这一个 还有好多人 不管怎样 这位有天敲响了一个警政 YP有风险 啪啪续剑善呢 不明则已一鸣惊人 在我大优酷土豆 独家热播的 微微一笑很清晨 虽然播出才13集 但流量就轻松破30亿 这相当于两个花钱谷 四个合以生肖默 微微龙泉风 不但狂扫两岸三地 青城夫妇 更是强势登陆 纽约时代广场 在昨天曝光的一张照片里 只见微微的宣传海报 在素有世界十字路口 寸土寸间的 时代广场上空两下 看来我大神果然不是吹的 就在吃花群中 为国具终于扬眉吐气 动手点赞之时 尤姐只想默默关心一下 外国人 请各位翻墙观看巨石 注意秩序 请勿采大 鱼子雅亮 鱼子翱翔 青城夫妇已清全球 你还不赶紧三度刷两集 女明星变脸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这次让幽杰猝不及防 当场懵圈的不是别人 正是电影夏洛特 烦恼里的马东梅 随手方看一下 玛丽的微博相册 天喇喇 短发墨镜 橘色口红 这街拍look 分分钟赶超时尚大片 再看一下 其最近出席活动的照片 马什么围 什么东梅 那个涂离涂气的傻大姐不见了 如今的玛丽 可是与韩剧女主角高俊熙 秘质相似 解厚得住时尚范 又能驾驭性感风 别管是微整瘦身 削脸还是匹徒太狠 毕竟美丽无罪 话不多说 优解我今天的小目标 就是给自己磨皮美白 少脸去到一见变美 那力量无穷大 从其声为爱豆呐喊 再到爱豆的每一个公开活动 每一个通告 都是应援支持 真的真的啊 每位明星都需要一些 忠实的粉丝在会面支持他 但是如果说粉丝的热情 太过于高涨的话 也不是一件好事 反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今天的帮爱豆上头条呢 我们来看看一些疯狂的粉丝 他们有话要说了 粉丝搅动娱乐圈 始于太阳肩并肩 独死粉丝放大招 爱豆懵圈很苦恼 近日有两名疯狂女粉丝 夜读酒店房门行 企图显身张乙兴 二人用找人单机所防号的借口 硬闯失败后 接着悠悠送鞋送代购品 送外卖为理由 再次应上还是失败 不堪其扰的工作人员 嘴中报警 妹子们更是与警察叔叔 斗志斗勇到凌晨四点 只为多看爱豆一眼 疯狂粉丝们追起爱豆无下线 与别家粉丝也是一言不合就撕跨 又解极客放用粉丝作死小剧场 你们自备瓜子爆米花啊 剧场一 一颗红心心爱豆四处撕跨 表忠心 你看不上我 我看不上你 我就跟你啪啪啪 粉丝之间因为互相看不上 引发骂战不在少数 整天自家爱豆帅诈天 别家爱豆土吊渣 没事捧捧自家偶像 顺便踩踩别人家两脚 互相伤害的事情时有发生 但是精彩程度 直逼天际的当属星星饭 和四叶草之间 展开的小学生世纪骂战 话题度曾瞬间上榜 TOP10 你这些物料黑子呢 为什么叫黑TFS 都是吃饱了没事干吗 XO他们是不是招你了 XO他们是不是惹你了 XO他们打你了还是骂你了 他们跟你们有什么仇 有什么怨 你们凭什么要这样说他们 如此精湛的撕跨技术 连大V断子手也敢没下风 李铁哥公态表示 在下输了 幽姐也再次表示好了好了 世界是你们的优质点践踏 总观整个娱乐圈 战斗力能一天 Boys粉丝肩并肩的 非正爽粉丝莫属 一旦有谁对咱家小爽不好 那简直就是被关进了 口水版的渣子洞 据幽姐的不完全统计 被正爽粉内涵过的小可怜们 有张翰 大渣 景伯然 宁静 陈一航 坎青子 胡言斌 赵丽颖 简直是四番整个娱乐圈的节奏 下的警报 删除了微博上 跟正爽有关的所有微博 说到这儿 幽姐怕疼 求情虐 剧场啊 我家爱豆没缺点 不是亲妈 更是亲妈 俗话说明星一帆人 吃饭睡觉 揭个泡 潇洒人间 走一趟 但凡自家爱豆闹绯闻 粉丝立马来声援 我们爱豆没有错 比如小Gina 自保跟吴亦凡约过之后 粉丝们个个变身福尔摩斯 为自家爱豆凑碎了心 比亲妈还亲的粉丝们 还组团上微博 用口水淹死小Gina 誓死捍卫男神真操 其实有姐想说 明星一帆人 敢于正视爱豆缺点的 才是铁粉一枚呢 剧场三 我把爹妈当钱包 爱豆礼物我全包 粉丝为不爱豆笑 父母哈勒把钱掏 奢侈品才能代表我的心 宋倩曾在微博上 PO出某大牌包包 并表示自己十分想要 但因为这只包包是样品 所以当时没能买下来 一名乃叫 看到宋倩的微博后 决定买下这款包 发动全世界乃叫寻找 众里寻他千百度 终于送到宋倩手中 经查证 此款包包价值三万元 而乃叫成员 以大学生和工薪族为主 想必他们为了让爱豆 骄傲放纵 没少磨刀活活向父母 拿着父母的钱 孝敬偶像真心大丈夫吗 既然爹妈拿你们没办法 就让老购物霍建华 好好救一救你们 我要就是导正一下 你们的观念 就是说 不要以为就是说 做这一行 我们就可以有权利去奢侈 我有权利奢侈的 但我不见得一定要这么做 而行走的表情包 少女复员会首次直播 就以洪框之力 吸引了千万人 同时在线观看 还被法拉利 保时捷游艇等礼物 频频刷屏 既然复员会大发活 新来的朋友 不要送东西了 主持人解释 这是网友表达对她的喜爱时 你是刘妹子答约 没关系 我都懂 大家不用送了 三观之症令人发指 还缺小老婆吗 丢结我跟店铁 没事别刷屏 有话好好说 大家看完了这个 刚刚上线的步步惊心力 感觉怎么样 最爱哪位王子的颜值 哪一个剧情 让自己欲罢不能 都可以分享一下 或许就会出现在 明天的节目当中 嗯 好了 进入到这个点歌环节 无奈的我们Z 好像老朋友 经常点到你的歌 桃嫂 桃嫂 我也想点歌了 最近陆寒真的是被黑得好惨 想点一首她的勋章送给她 希望这些谣言赶快散去 希望能够被点中 没关系 这个 酌亲你而不妖 出淤你而不染 深圳不怕影子邪 下一位 屋里志龙呀呀 从哥打扫 Look Me 第三次点歌 前两次都没有被点中 好伤心的说 个人大爱Beat Ben 十周年了 想点一首 谎言 祝他们越来越红 十周年了 为什么要送一首 谎言给他们呢 不是应该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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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tastic Baby吗 我小多了 下一位 李发卡 这个 L View啊 是吧 这么多啊 希望是这么多 从哥打扫 点我点我 我们这里的真龙天气终于快要结束了 哈哈 想点一首屋里千千的下雨了 真的是超喜欢 超喜欢的说 求点中 爱你摸摸哒 根据我们点歌的各种经验 如果说一旦千千出现在了这个点歌榜当中 明天出现的几率是80%到100% 哈哈哈哈 好了 以上三首歌 大家想要听到这首歌赶紧来投票 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曲 微微一笑很清晨 这已经是这首歌第二次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歌单上面了 所以真的没办法 谁叫微微这么红呢 另外提醒大家 大家想要了解到娱乐圈当中更多的娱乐资讯的话 扫一下屏幕当中的二维码 好了 我是文道 明天早上八点 与我们相约在全娱乐早八点 See you Taba 到